流线车型经典配色 Toyota全新改款Pierce PHEV正式亮相 或者具备都市纯电 长城油电两大特点 满足不同车主需求 预阶燈亮更冲上了500台 让外界为之一亮 在我们的策略里面 包括所谓的油电 插电式的或者是电池的 或者是氢燃料的 我们都会有提供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或者是电池的进步 或者是新能源的进步 那未来可能可以导入的车种 就会更多 电动车成为未来趋势 不过电动车龙头特斯拉 售价又在出现变化 其中Model 3跟Model Y 热门车款双双调涨价格 从2040年之后 欧洲和很多地方 也不能销售燃油车 所以预计今年最热门的 会是电动车或新能源车 电池产量越大的时候 应该成本会越来越便宜 那到时候价格 一定是会一个往下走 特斯拉涨幅波动变化大 但车市买气可是强强棍 不止4月新车挂牌 再创进18年来新高 年增8% 也是创进10年同期次高纪录 其中Toyota Corolla Cross 更位居销售冠军 他们现在的时间点就是 尽量的去满足之前的欠单 那甚至是有一些 他们甚至有些刚好大量到港的话 有一些些限车的话 他们就可以进行那些 做一些优惠上的促销 缺车晶片环减 让进口车矿供应无余 也让车时订单跟着学长船高 谢谢大家收看杨树仔 刘宝慈台北报导